The Thorn Birds 荆棘鸟 澳大利亚 Colin Macaulain Colin Macaulain 1977年出版 传说有一种鸟儿一生只唱一次歌 当它唱歌的时候 就是把身体刺进最尖最长的荆棘 鲜血直流的时候 那种鸟就叫荆棘鸟 这部小说被誉为澳大利亚版的漂 故事虽然是从女主角Maggie 和比他大二十岁的神父拉尔夫之间 几十年的情感纠结为主线 但实际上讲了他妈妈 他和他的女儿三代女人不同的情感经历 他的哥哥是妈妈和他的真爱的私生子 他的儿子是他和拉尔夫的私生子 而最后这母女俩都失去了各自最终爱的儿子 而他的女儿在深爱的哥哥死后 却从放荡的性爱走向了心灵契合的真正的爱情 这部小说也是以荆棘鸟的故事为结尾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梅吉将电报放到了桌子上 睁大眼睛 透过窗子 引望着花园里四处盛开的玫瑰 薄玉芳芳的玫瑰 蜜蜂翻飞的玫瑰 还有那木槿 刺金 魔鬼案 正在怒方的子弟墨 花椒树 这花园是多么美丽 多么神迹盎然啊 眼看着小东西长成大的 变化 雕尾 新的小东西又开始了同样 无穷无尽的 深深不息的循环 德罗海达的时代要终止了 是的 不仅仅是时代 让未知的后人去重新开始这种循环吧 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谁都不愿恨 我不能对此有片刻的追回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 他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 他被不知其名的东西穿刺身体 被驱赶着 歌唱着死去 在那经济刺激的一瞬 他没有意识到死至降临 他只是唱着 唱着 直到生命耗尽 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但是 当我们把经济扎进胸膛时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是明明白白的 然而 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 我们依然 把经济 扎进胸膛 感谢观看